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该我努力求生了 抱着最坏的打算 向最好的结果努力 小斯罗指着缩在彭安硕大的身躯后面的两个女人说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为这两个女奴 你这样一个前途无量的少年人 为此送了命 难道就不觉得后悔 云征哈哈笑了一下 拱手道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 这句话的含义不是这样的 这句话要和前面的几句话一起读才有意味 云征年少 见不得族人被灵虐 所以将仇敌分而杀之 很合理 小斯罗越发觉得面前的少年有意思 坐起来又问 老夫该如何帮你 允许云征在青唐购买百十匹毫码 另外 请节度使保持沉默就好 有了马 你可以跑得更快些 这点老夫理解 可是要老夫闭嘴 有所为何来 云征羞涩地回答道 在某种情形之下 人的心是非常奇怪的 小子向西夏人承认使劫是我所杀的时候 会出现一些奇怪的变化 比如我声嘶力竭地告诉西夏人 使劫团是我杀的 但是西夏人很有可能认为 小子是一个可怜的替罪羊 角斯罗纵声长笑 指着云征乐不可知地说道 所以 你要老夫不做任何辩解 云征再一次拱手道 节度使这样的英雄人物 要是愿意解释才是怪事情 如果西夏人前使来问 您可能会解说一番 现在人家大兵压境 小子觉得节度使会在击败墨葬鹅旁以后解说一番的 如果老夫战败呢 那时候您哪里有功夫理会这样的闲事啊 整军再战才是大事情 中原果然是锦绣帝啊 人才辈出啊 阿里古 你去汴京要学的就是这些东西 不是吃喝玩乐 云征 老夫准你在青塘购买战马两百匹 但是你要帮老夫将奎明公主交还给西夏 角斯罗说完就起身回到自己的后宅里去了 抛下一屋子的人面面相去 不明白角斯罗为什么会下了这样的一道命令 阿里古率先站起来走到云征的面前说 你的死讯传来的时候 我将非常的高兴 世子 你这样说非常的不恰当 您去汴京是去交朋友的 不是去惹是生非的 要知道大宋的读书人都有些千丝万缕的纠葛 您还没动身就已经给自己在大宋找了一个敌人 要知道大宋的游戏规则和青塘的完全不一样 阿里古回头看了一眼大屋子的后面 也就是他父亲离去的地方 扭头就走了 云征笑了一下 阿里古恨自己不要紧 恨他父亲才重要 如果可能 云征非常的愿意看到角斯罗父子相残 主人都走了 云征和彭安这样的客人也只好离开 拱风陪着两位客人走出门 忽然笑着对云征说 我现在发现 鸣锤千古其实很容易 彭安闷哼一声 忙着把自己的皮球 拖给那两个浑身血迹的少女 云征瞅着高而远的晴空 抬起膝盖 重重的顶在拱风的要害上 眼看着拱风捂着小腹 痛苦的倒在地上 这才对彭安说 监军使这是一定要回秦州的 能不能帮着云征把商队也带回去 军中的精锐要随我走一趟西夏 彭安随意地从拱风的身体上跨过去 笑着说 少兄深入虎血 能安然回来才是重要的 这时候牵挂身外之物 不妥当吧 那些可不是身外之物 如果这些东西能够到了蜀中 就说明我已经把商道开拓成功了 您身在定州 可能不知道桑残对蜀中的重要性 这关系到很多人的饭碗 岂能用身外之物来衡量 彭安叹了口气 朝云征拱拱手 就带着那两个少女离开 两个少女只是向云征蹲里猥胁 就让云征感到很满足 挥手让他们离去 这里遍地都是少了耳朵的尸骸 会让他们感到非常的不安 而云征的手上 捧着一个呲牙咧嘴的人头 也不敢让人亲近 这里是大屋的第三重院楼 一个满头猪脆的女子 被两个丫鬟簇拥着 缩在墙角 说不上是害怕 三张脸上只有死一般的寂静 云征抱着人头 走到三个女子的身边 蹲下来说 你们没危险了 我需要负责把你们送回西夏 这一路上可能不太平 我们都是差点死掉的人 想要活命就该互相依靠才对 奎明公主木认地说 有什么分别 活着和死了 这两者截然不同啊 角丝罗不要你 莫葬鹅旁要进宫青塘 还偏偏选了你和亲 这样的一个时间 你的赐婚史 也是一个纯粹的蠢货 害了你也害了我啊 没有想到 我竟然会跟西夏的公主同名相连 云征把突发阿姑的脑袋夹在胳膊底下 扶起了奎明公主慢慢地向外面走 路过大门的时候 拱风依旧不自然地夹着腿 见到云征和奎明公主走出来 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 知道吗 我不在乎你刚才的无礼 一个将死的人 做出什么举动来 都不奇怪 他等着云征 其实就是为了说这句话 云征面无表情 奎明公主同样板着一张脸 原本红润的脸颊 陆管家如今变得雪白 上面还有星星点点的血迹 阿里谷杀人的时候 根本就没有避开他 突发阿姑的脑袋交给了猴子 陆管家看着云征满身的血迹 泪流满面 前面一路上太顺利了 让陆管家忽视了危机总有爆发的时候 刚才无数的假事涌进大宅 几乎把陆管家的魂魄都要下出来了 而今姑爷满身都是血 胳膊底下夹着一个人头 身后跟着三个异族女子 他无法想象 大屋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回到营地之后 云征简单的把事情的经过 给韩林说了一遍 就去帐篷里洗澡换衣服 血迹粘在皮肤上黏黏的 让他非常的不舒服 而葛秋烟则在第一时间 就和奎明公主套起了近乎 不过奎明公主 似乎并不愿意和他多交往 也是啊 西夏的皇族 从来对美人没有任何的好感 自己的组长对于美人的渴求 没有止境 只要出现一个美人 西夏的土地上 就会很自然的掀起一场血型 洗完澡的云征 抱着膝盖坐在帐篷前面 头发依旧是湿漉漉的 不过他很快就不用 为头发上的水担心了 因为寒风已经把水变成了冰屑 只需要拿手揉一下 白色的冰屑就会像头皮一样 纷纷落下 瞅着远处黑月月的群山 不知道跟身边的寒林说什么好 自己一个执念将所有人送到了危险的境地 说不清是愚蠢还是聪慧 如果在蜀中 这个时候陆轻盈就会端来美味的饭食 云二也会趴在桌子边上狼唇虎咽 腊肉会一如既往的忧愿的看着自己 小虫会抱着大碗 满意的坐在门槛上吃自己的大杂烩 自己可以在这个时候和陆轻盈说笑两句 也能搬起面孔训斥云二两句 夸赞一下腊肉的朴实能干 讥笑一下小虫过人的胃口 可惜这一切现在离自己很远 高潭圣就像幽灵一样 总是触摸在自己左右 总是和寒林发生冲突 显示自己的存在 葛秋烟的眼神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的身体 这让云征不得不在某一天突然变得萎靡不振 完全是一副大烟鬼的模样 一个好的演员只应该专注地表演一个角色 现在自己需要玩三个球才能让游戏继续下去 如果到了西夏 自己很有可能需要同时玩四个甚至五个六个球才成 这需要高明的技巧和长久的耐心和谨慎的态度 玩砸一个 自己的生命就会有危险 吃饱了撑的呀 云征在把脑袋上的最后一点冰屑抖掉之后 整个人的头发就像乱糟糟的鸡窝 猴子看不下去拿着梳子想要把公子的头发弄整齐 他从来没有见过讲究仪表的公子会把自己弄成这个模样 奎明公主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见到猴子在给云征整理头发 而且把他弄得呲牙咧嘴的 就走过来很自然地从猴子手里拿过梳子 帮云征整理 云征笑了一下说 我该是表示荣幸呢 还是该表示惊恐 奎明公主不说话 手上不但温柔而且灵巧 三两下就把云征鸡窝一样的头发 梳理得整整齐齐 最后接过猴子递过来的青色丝带 扎住之后慢悠悠地说 你如果能把我带去大宋 随你怎么样都行 奎明说这句话 云征半点都不奇怪 这些天他已经对西夏的皇族以及部落关系一点点的理清出来 奎明长得很漂亮 可以说是皇族女人中最美丽的一个 但是出生在这个家族里 却是他的不幸 他应该把李元昊叫叔叔才是 但是血缘关系 对野兽一样的西夏人并不构成障碍 只要李元昊需要 就会把奎明变成自己后宫的一员 如今不能嫁给角丝罗 这就证明自己确实没有多少用处 那时候除了姿色之外 他再也没有任何的可取之处 云征笑了一下张嘴唱道 六月里的黄河兵不化哟 扭着俺成亲的是俺大 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 人头里数不过女儿可怜 女儿可怜 女儿哟 奎明公主也在云征的身边坐下来 小声地说 我们从认识到现在只有三个时辰 我却觉得在你身边比在我叔父的身边还安全 这种感觉很奇怪 云征扭过头生气地说 你这是在骂我是不是 只要是个人都比你叔父有安全感 奎明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放下头上戴着的锥帽 从地里揪了一根枯草 接着说 这话似乎没错 我从小就见惯了沙鹿 兴庆府的宫围里充满了血腥气 好不容易被大鱼洗刷掉 马上又会产生新的血腥气 我很喜欢花草 可是我从来不去后花园里种花 自从我八岁的时候 不小心挖出来一具残尸之后 我就再也不去后花园了 不管那里的花朵长得多美多香 我看着燕红的花瓣就想起了鲜血 闻到富裕的花香 就好像闻到了尸体的腐臭 云征笑了起来 无理地抓住奎明公主的手拍拍 就起身离去 跨上一匹快马抽了一鞭子 就向草原的尽头奔驰 她的棋数要比甲子营的人好得太多 奎明公主瞅着远去的云征 有一点失神 她没有注意到在不远处的草棚子里 一个昂藏的七尺大汉 正抱着胳膊远远地看着她 浪丽阁缓慢地抽出自己的刀子 她想起自己的父母族人 在圆后的屠刀下哀嚎的样子 热血就往脑门上冲 如今自己和元昊的侄女 只有百步之遥 如果自己想要动手 没有人能拦得住自己 一只冰凉的大手 搭在浪里格握刀的手上 这只大手只有七根手指 这是孙七指的手 只听孙七指小声地说 我们两个活得都非常的没意思 你想报仇的话 就不能动这个女人 这也是一个可怜虫 杀了她 元昊根本就不在意 那个姓云的公子要去西夏 我们一起跟着去 如果能见到元昊最好 如果见不到元昊 杀掉元昊的儿子 也是一种胜利 莫要轻易地浪费这样的好机会 浪里格缓缓地把刀子放回刀鞘 回头看了孙七指一眼 就抱着一大捆干草和孙七指配合着炸草 闪亮的炸刀每落下了一次 就将干草利落得展为半寸长的草段 不大功夫 旁边就堆满了很多的干草段 每一匹战马都是弥足珍贵的 云征营地里的战马 不像青唐人只为草料 还需要在草料里混上黑豆和麸皮 用一点清水拌匀了 才会倒进石草里让这些马享用 也就是青唐不具备条件 否则云征不会吝息鸡蛋的 想要战马有常力身体就不能垮 别的战马到了冬天都是在苟延残喘 只有甲子营的战马依旧飙肥体壮 浪里格喂完了战马 习惯性地瞄了一眼 坐在帐篷门口看落日的奎明公主 咬咬牙就把身体扔到甘草堆上 对每天都无比盼望的晚饭都毫无兴趣 甲子营每天晚上都要吃一顿肉汤浇饭的 轻易截轨前些天弄来的野猪很多 没有吃完 所以在大冷的日子里 在雪白的米饭上浇上两勺子带着肥肉块的肉汤 一盆子米饭下去浑身舒坦 肉汤里的干蘑菇嚼起来柔柔的 非常舒坦 就是肉汤上的青蒜 这让大家未免有些遗憾 帝王和将士同吃同睡 这是一个合格的帝王或者将军必须要做到的 在这里 大家只有抱成团才能活下去 我不是一个从小就娇生惯养的人 颠沛流离的日子 我过的可能比你还多一些 奎明公主说着话 就很自觉地带着丫鬟去了大锅边上 装了一些米饭 又浇了一大勺子肉汤 西北的女儿家 只要不死 就要像野草一样艰难地活着 饭菜出奇地可口 两个惊婚未定的丫鬟在吃了一碗饭之后 就偷眼看着公主 他们很希望能再吃一碗 奎明公主奄然一笑 就带着丫鬟到大锅边上重新装饭 这是自己仅剩下的两个自己人 不能慢待了 云征骑马回来的时候 已经动得说不出话来了 屁股很暖和 裤裆里也暖容容的 因为战马跑了一身汗 可是两条腿和手 以及前胸后背没了知觉 鼻子上的鼻涕流出来了 他自己都没有知觉 这个时候只想把动得发疼的手 塞进裤裆里暖和一下 轻易截轨章说的半点错误都没有 冬日大战前夕 将士确实该把手塞裤裆里的 没有弄出手套来 云征觉得是自己最大的愚蠢 到大宋的时间久了 思维都已经变成大宋的思维了 不过现在还不能把手套拿出来 因为西夏和青唐人 更需要手套这东西 一旦把这东西弄出来了 西夏和青唐的战士 就不用把手塞裤裆取暖了 云征不会为西夏和青唐人 增加一点战力的 他们天生就该把手塞裤裆 云征缩着手 还没有来得及把手塞裤裆 云征公主就捉住了他的手 很自然地把云征的手 放进他的小腹上 而且是贴着肉放的 同样骑着马回来 种得像乌龟一样的猴子 已经忘记自己该把手 放在裤裆里取暖 缩着手瞪大了眼睛 睁睁地看着面前那香艳的一幕 云征很想把手缩回来 大脑给双手下了好几次命令 那双手就是不愿意离开 那个滑你的身体 奎明公主轻笑着说 这是膝下的规矩 战士的手是拿来握刀剑的 只有握得住刀剑的双手 才能为妇孺弄来足够吃的粮食 和郁寒的东西 说完还掏出一方手帕 帮着云征擦掉挂在鼻子上的鼻涕 轻笑了一声 就按住云征贴在自己肚子上的那双手 缓缓地往帐篷里走 看傻的不光是猴子一个 还有葛秋烟 她的眼睛也瞪得像同龄一样大 这个西夏女人太不要脸了 亏她还是一个公主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 开始勾引人 一点都不避讳 想到自己这次去西夏的目的 她不敢想象自己做出这些事情的情景 一时间脸色煞白 韩林瞄了一眼云征 就在猴子的屁股上踹了一脚 要她去灶台边上暖和一下 至于云征 韩林对她很有信心 这是一个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拙 男人家嘛 偶尔以红未翠一次 算不得什么 进了帐篷 云征以无上的毅力 将双手抽了出来 纸端依旧留着一种滑腻的感觉 不由自主地放到鼻子上 轻轻地嗅了一下 刚才在大庭广众之下 都落落大方的奎眠公主 这一刻反而害羞起来 红韵布满了脸颊 我杀了土法阿姑 是你的敌人 你杀不了土法阿姑 土法阿姑就算是喝醉了 你也杀不掉 那是一个战场上的猛将 斩将夺旗的事情 干了不止一次两次 而且我闻过那颗头颅 他没有喝酒 我真的杀了土法阿姑 他的脑袋都是我剁下来的 当然是您剁下来的 头颅上的刀口杂乱无章 您也浑身是血 必然是您剁下来的 那应该是在土法阿姑 无力反抗的情形下 剁下来的吧 你怎么知道 您会一点武功 可是这点武功 杀不死土法阿姑 如果是角色罗砍脑袋 他不需要砍很多下 换了那间屋子里 所有的青唐人 都不会砍成这样 所以只会是您砍的 至于出手的人 该是角色罗吧 也只有他才能在转瞬间杀死 土法阿姑 我的随从都是阿里谷杀的 这是我亲眼所见 没有角色罗的命令 阿里谷只会不动 大宅里的军事 所以都是角色罗的错 至于您 只是一个可怜的替罪羊 奎民公主慵懒的靠在床上 身段很优美 马背上的女人 都有一个很大的臀部 靠在床上的时候 显得更加的触目惊心 说实话没人信 云征当然不会说 是土法阿姑 自己把脑袋凑过来 要自己杀他 毕竟刀子已经被那个家伙 按在自己的脖子上了 自己要做的 就是把动脉挑开就行 那样的情形下 出发阿姑的武功再高强 也没用处 除非他会传说中的 金钟罩铁不删 看样子 那个笨蛋 没学会那些高深的东西 打死 云征都不会帮着角色罗辩解 在大屋子里 已经说得很透彻了 角色罗也知道 自己的黑锅背定了 而且角色罗也不屑去解释 杀了就杀了 反正战争已经不可避免 我要是送你回去 会不会被你叔叔砍头啊 会 一定会 不管你是不是冤枉的 我叔叔都会砍掉你的头 如果你送我去宁宁哥那里 说不定就能保住你的人头 如果你现在立刻就带着我逃回大宋 从此隐姓埋名 说不定能活到一百岁 你选哪一个 奎民公主问道 云征吸流着冷气 无奈地说 你叔叔能不能讲点理啊 奎民公主坐起来 拿手摸索着云征的脸说 我从小就长在他的宫殿里 从来没有见过他和任何人讲过道理 包括他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 所以啊 你能不见我叔叔 最好永远都不要见 那是一个吃人的恶魔 云征咽了一下口水 还是走出了帐篷 两个守门的丫鬟就跑进了帐篷 看着衣衫整齐的公主笑着说 那个年轻的公子傻乎乎的 公主这样的美人都不知道联系 奎民公主摸着两个 扶在自己腿上的丫鬟脑袋 落寞地说 这是一个好人 一个不愿意趁人之危的好人 可是在这个世道上 好人注定活得比坏人短 我其实很希望逃离淫州 过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 不必嫁人 我们自己关起门来 快活的生活 读书 绣花 种花 都是我极为向往的生活 很希望能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呢 那怎么办 那个好看的公子到了银州 就会被砍头的 奎民公主笑了一下说 你们都能看到的前景 我不信那个人会看不出来 他为什么一定要去我们西夏呢 我们想逃离 他却有好生活不知道珍惜 或者他有自己的想法吧 想到要回到西夏 主仆三人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 回去之后 还不知道需要面对怎样的危机 见云珍从帐篷里走出来之后 寒林的脸色就变得阴沉 奎民公主是自己这些人进入西夏的唯一护身符 如果云珍不能彻底的降服这个西夏女人 他对此次的西夏之情不抱太大希望 云珍见寒林的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什么 笑着说 你以为和女人上床之后就能让他乖乖的听话 算了吧 你这个孤苦了一辈子的老道 难道也懂男女之情 奎民公主是一个公主啊 她可不是一般的汉人女子 一旦真操被夺 就会死心塌地的跟着男人走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不适用在西夏人身上 肉体不过是笼络人的一个手段而已 你真以为我已经英俊到 可以让一个公主见了一天就投怀送抱的地步 行行吧 和公主打交道 除非有共同的利益目标 如果没有 就算是枕边人 他也会随时随地的出卖 抛弃 别再把自己当回事 他现在孤苦伶仃 急切地需要一个保护自己的人 现在他认为这个人就是我 还认为可以控制我 我们就让他控制好了 当奎民公主成了这只商队头领的时候 我们就是天然的西夏人 还能一步跃升到西夏贵族的群落里 天下间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 这些天我要装傻 装作被人家公主迷住 你不要乱动他 告诉猴子憨牛 量级彭酒就可以了 陆管家带着三百人 跟着彭安回成都 咱们两百人就闯闯西夏这个龙潭虎穴 韩林满是皱纹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笑意 拍拍云正的肩膀说 好呀让他 干掉西夏人的使节 已经使你名扬天下 再去探探龙潭虎穴 如果能全身而退 对大宋军民的鼓励 就不是一星半点 我大宋同样有好汉 如果必要 老道这条命 你完全不用在乎 甘做你的马前卒 供你去之 云正无所谓的说 我想看看脚丝罗和末赞俄旁的战斗 看看草原人的作战方式 好好地总结一下 火药在这种作战方式下的应用方式 对将来很有帮助 你不做文官了 做梦都想啊 可是这事传回东京汴凉城 我想做文官的梦 很可能就要付诸东流水了 想要锦上添花地当正印文官 恐怕很难啊 不知不觉地 两个人不再讨论这次西夏之行的生死 开始安排以后的梦想和生活 这是从成都出发之后 两个人第一次看见曙光 葛秋烟不怀好意地看着云正不断地从奎明公主的帐房里 进进出出 嘴角带着一丝轻巧的嘲讽之意 已经三天了 云正应该是十岁之位了吧 佛子的旨意就在自己的怀里 同时送过来的还有六颗吉乐丹 算算时间 云正该向自己哀求讨要吉乐丹了 他很想看看云正像狗一样跪在自己面前的模样 手握生死大权的感觉 让葛秋烟非常的愉快 不管云正在做什么 最后都只会替圣教做了假衣裳 对这一点葛秋烟毫不怀疑 苗川城开始加强备战了 一对对的骑兵从远方过来 而后穿过苗川城源源不断地向和黄进发 马上的骑士没有任何的惊恐之意 反而个个兴致勃勃 清唐的战功收获最是丰厚 只要有大战 这是清唐牧人最喜欢的敛财活动 彭安带着阿里谷走了 也带走了云正的商队 留下来的两百人也被云正全部武装成了骑兵 不过这支骑兵明显的和清唐骑兵没有可比性 最多只能算作骑在战马上的步兵而已 云正的骑兵站在路边就是在接受人家的嘲讽 好多清唐骑兵风一样的从队屋里钻出来 战马奔驰到云正队屋的跟前才勒住缰身 让战马前提扬起 下得马上的甲子营军士从马上掉下去乱成一团 这才罢休 云正不以为伍 笑嘻嘻地看着这一幕 任由自己的士兵被人家挑衅羞辱 这在云正看来很正常 战场上高明的战士才是王者 才是战场的主宰 他们有权利骄傲 有权利向任何人展示自己的强大 除非你可以把他从马上打下来 或者彻底地击败他 否则你就只能默默地接受羞辱 在战场上 弱者连生命权都没有 还提什么尊严 这番话云正对每一个部下说过 这两百人其实就是甲子营中精锐中的精锐 只有让他们通过这次严酷的斗争中锻炼出来 日后自己才会有一支如臂食指的军队 因为有将主的画垫底 甲子营军士每一个都强忍着怒火 被人家怒得掉下马就再爬到马背上 被人家打掉了帽子 就跳下马捡起来扣到头上再上马 云正对这次的官礼很是满意 奎明公主不这样看 在他看来这是没有血性的表现 在不知不觉中 对云正的评价就低了一个档次 在膝下 狂傲如李元浩者 也只能杀死战士 而不能羞辱战士 他忽略了乡军和清唐精锐骑兵之间巨大的鸿沟 脚丝罗过来的时候 淡淡的对云正说了一句 离开青唐 就被亲卫簇拥着 向何黄请进 他的话就是命令 至少在渺川这个地方是这样的 董瞻和轻易截轨张身上 都披着厚厚的皮甲 面孔也笼罩在头盔里 董瞻看着云正说 活着回来 我总觉得 你会是我将来最大的对手 我不希望在我击败你之前 你就死掉 云正很认真地回答道 是不是对手很难说 但是我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董瞻点点头就策马向前 轻易截轨张 哈哈大笑地 用手在云正的胸口上 捶了一下 说道 和你打仗一定很有意思 我都有点等不及了 不过你放心 只要我抓到你 一定不会杀你 直到把你打服了 打怕了为止 哈哈哈哈 不等云正说话 就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 拍在云正的手里 哈哈大笑着离开 转瞬间就消失在 长长的队列之中 云正打开布包 里面赫然是一个白色的暖玉发簪 以及一面暖玉配饰 入手温热 这是轻易截轨张的体温 日后你我如果真的战场相见 饶你三次不死 默默地说完这句话 云正拨转码头朝自己的队伍大喊 出发 目标西下银川 骑在马上的奎明公主愣了一下 因为云正的这句话 喊得有一股子豪迈的意味 这和之前猥琐的神态大不相同 孙七指手里的鞭子一抖 在罗子的脑袋顶上 炸开了一个鞭花 为手的罗车立刻就向东奔去 浪里格身子和战马 似乎已经融为一体 随着战马的颠簸 上下起伏不定 手里的缰绳松垮垮 但是战马却很自然的跟随着队伍 不仅不卖的前行 他的马不需要多加控制 韩林只要能坐车 就绝对不会骑马 云正见过韩林骑马 不亚于青唐骑兵 但是这个老家伙 宁愿坐在马车里 偷偷的打量队伍中的每一个人 也不愿意自由的在马背上奔驰 骑兵就是骑马骑出来的 这是韩林说的 奎明公主也这么说 所以云正打算连续在马上坐三百里再说 自己需要早一点赶到喀罗川 那里是墨葬鹅旁和角色罗预设的战场 小规模的战斗已经开始了 云正很想隔着黄河 看看古代十万人的大战 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场景 西夏和角色罗的战斗 发生过不止一次了 双方太熟悉 已经熟悉到了计谋没有用武之地的地步了 双方在进行了大量的小规模试探之后 不约而同的选择了大规模的会战 都是半农耕半游牧的民族 根本就负担不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而喀罗川 那是唯一一块儿 融得下十万人会战的地方 双方太熟悉了